大家好,今天是7月31日 股市的結算當然是今天是月跌 如果以期指來說,今天已經開展了8月期指的正式買賣 今天市場上升的板塊比較多,因為今天市場上升了三百多點 至於是否因為有些人要月跌來分析廚商,看看成交就會知道 今天市場上升了比較多,看看有哪些板塊才好 保險方面一樣是好的,半導體也好,煤炭也好,醫療保險也好 如果這樣的話,這些板塊上升的話,就變成上升是比較硬的 不過這些如果不升的話,又怎能夠留升三百多點呢? 看看保險來講,你看看這些 眾星混雜,很大的 然後還有半導體 半導體的,除了有些細小的,這些好像這樣 品質國際 其實品質國際都是香港來講以前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做半導體的廠 當然了,現在跟國內的對比的話 就差了下去了 不過這些是值得可以留意一下的 其他S&P太陽原油,這些就升得比較多 再其次就是煤炭 在煤炭的時之中,你看到全部都是有這些 升了上來 再其次就是醫藥保健 醫藥保健的時之中,這些保賓藥物股等等 是有上升的 這個都可以的 再其次就是黃金和貴金屬 因為都是美國並不是很適合 市場上比較 等等,不是很穩定 變成這樣,就多了升的上力 再提醒一下,白銀集團 這個不是真正買白銀的 是做了一個平台的 即是買賣白銀的交易平台 其他都是比較好 山東王全部都有上升 好了,升完之後 看一看就是眾星版塊 這個都不用看了,一定是一片紅 中國就是一片紅 唯一差點就是中國核電力 所有的電力股就不太好 不過這個不是太三心的 再其次我們看看 電力股始終是有需要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今天來說 我們看看這個星勢 今天這個星勢是十分之零例的 因為它最主要點 它一蹦一聲升上來之後 它這裡我們再放大一點 以這一點來說,我們看看 不要畫線了,畫線它寫不太清楚 這裡呢 這個收視位是172 最高位是17381 這個今天最高位是17396 即是已經高過這一天的最高位 17381 假如今天它收視就以這個位收 17355收 即是說是高於這裡的收視位 17253 那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說 再放大一點點 即是說 等一下 好 去哪裏呢? 不要這個 用這個 這裡放到這麼大 我們就能看到 在這裡來講 就已經是升穿了這裡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頸線位 即是這裡有一個頸線位 那這個就是一個雙底 這裡 很少很少的雙底 雙底 最少是三天 再加上這要四天 那理論上 如果這裡突破了上去 上面的星幅 上面的星幅 就應該是可以 就是有回到這裡的星幅 那即是說 理論上 明天 是應該可以 有條件 有機會 挑戰17588 那即是又升多兩百點 如果這個又升多兩百點的話 那我又看了 我們當然 已經跌了這麼久 真的要找些好東西看 那即是說 也已經升穿了這裡的阻力區 升穿了阻力區的話 那當然是好東西 那這個就可以大家 留意留意了 明天的表現如何 今日的全力表現如何 好 那我看看 可以有什麼留意 留意就是那個 是 中華財險 。